在美国加州圣克拉拉法院,华人青年夫妻陈丽人案件的第六场聆讯会开始了。 这是一起发生在硅谷的命案,妻子在家中被杀。 而丈夫陈丽人被警方发现时正跪在尸体旁,拳头肿胀发子。 这起案件震动了硅谷华人社区,让人们对这对看似成功的夫妻的悲剧结局感到困惑。 庭审是了解真相的唯一途径,但这次开庭,所有媒体的旁听申请都被拒绝。 庭审开始前,听警强调旁听的公众不得录音,录像,拍照,甚至要求手机必须一直放在口袋里。 陈丽人的第二次出庭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 他穿着黄色的球服,头戴白色安全帽,双手被链子锁在腰部。 他的眼神空洞,两只手轻轻握成拳头,一动不动。 他头上的安全帽通常是为有自杀倾向的犯人佩戴的。 在聆讯会上,陈丽人没有说出更多的内容。 他的辩护律师表示,他们还在研究案情,还没有做好辩护的准备。 法官将开庭时间推迟到了6月。 案件的控方律师表示,辩方可以一直以没有准备好为由,推迟审理的时间,理论上可以拖延两年。 据称,案件的触发点可能是陈丽人的妻子向他提出离婚。 陈丽人和他的妻子都是清华大学本科毕业,研究生在加州大学圣迪亚哥分校。 毕业后,他们都在谷歌工作,年薪在20至30万美元之间。 陈丽人案件发生后,许多华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与生存环境的关系,包括心理健康、亲密关系、家暴等问题。 一些华人女性选择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,申请禁制令以防止被家暴的男性接近。 这是陈丽人案带来的变化,即使案情还未厘清,但女性更加坚决地对性别间的暴力说不。